大家好,非常欢迎大家,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NAV创意与灵感 今天呢,会在视频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可以用我们的纸带 对,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种纸绳子纸带 然后用我们的纸带呢,去做出来我们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种带有渐变色的一个彩色 适合于我们夏天的一个手链 然后或者是一个手环 做出来的呢,应该是非常的简单,然后非常的简易 如果喜欢的话呢,也可以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然后这个是有这样的一捆纸带的话呢,会能够做出来非常非常的多 做出来的结果呢,就像我手上的这一根这样 我们只需要呢,大概是用这样一点点就可以做出来非常多了 我们比如说是先拿一根纸带 然后这个纸带呢,是一个我选择的它的颜色,就是一个渐变色 就是在一根绳子上会有非常多的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稍微的给它打开一下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是40-50厘米长左右 把它全部给它抹平 我们下一个颜色的颜色 说到这里 官方的颜色 就可以把颜色的颜色 但是我们再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是小续带的颜色 可以把它加上看 如果这还是一些颜色 可以索独的颜色 想不到一根终子上 而我们也可以用到规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这样的话呢把它全部都给它拉长一些 然后上面给它打了一截之后 现在我们就开始编了 编我们的手脸就像编普通的麻花边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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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圈出来 用我们的勾针给它勾出来 大概是调试出了你喜欢那个长度的话呢 就可以差不多给它做一个结束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直接把它的这个线往上拉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可以来对比的展示一下我们做好的各种各样的手链 比如说这根呢是我们后来用我们的勾针勾出来的 前面呢都是细细小小的用这种编辫子的手法呢 给它编出来的 嗯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手工DIY视频的话 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呢每一周都会有新视频的更新 嗯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下你们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和你们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 拜拜